他英文叫Syroid gland Syroid,我們這樣翻譯 你們真的懂嗎? 我以前有空給大家介紹這個字尾 OID的結尾 我們講過OID 我們講過 耶 你在演班都一直罵人 捨不得我可以講嗎? 我們看一個暫停 然後我就開始講 然後再繼續錄 好,算了,沒關係 OID的結尾 OID的結尾 表示類什麼或什麼類 就是類似某一個東西 例如說Syroid Syroid,你們知道嗎? 我叫發音者嗎? 你們聽懂嗎? Syroid 是類固醇還是固醇類 其實都可以 兩個都耳開 然後另外的話 例如說病毒 我們不是之前說病毒是構造最單純的病原體 後來不是發現哪有病毒還有蛋白質外圍跟核酸構成的核心 現在發現有新的病原體 讓我們就只有蛋白質 讓我們就只有核酸 大家有聽過嗎? 只有蛋白質的叫我什麼? 叫做prion 有沒有 毒蛋白質 傳染性蛋白顆粒 普恩蛋白 普利洋蛋白 其實我還滿有興趣收集別人一個英文名字 可以千千萬萬畫出什麼樣的翻譯 然後就想看他腦袋瓜子在想什麼 他的發音是什麼 為什麼會翻譯成這樣 還滿好玩的 不過我們是美鳥的老頭 所以有空可以想通事 你們不一樣 你們是在發展的親民 不要跟我們無聊事 好,所以其實另外的 我們只有核酸的呢 這一種目前發現只有 小部分的植物的病是這個原因 還沒有 人目前發現好像沒有這種病 就是他只有核酸而已 這個叫viroid 有聽過嗎? 類病毒 病毒是virus 它就是viroid 我忘記怎麼編的字 似乎是v-i-r-o-i-d-z 好吧 那個astroid aster aster 是形狀體 是不是 星星的字 跟astro呢 太空人 是不是 好 然後astroid 是 好像翻譯成小行星那樣 好吧 當作沒說好了 當作沒說 不要講自己不熟而知 來來我講另外一個 你一定要知道的 好啦不一定啦不一定啦 這個沒有什麼 這個沒有什麼 打廣告或者是品牌傾向的問題 請問 這也是啥呀 這是什麼東西 蛤 你要怎麼翻譯 想想看那一個圖 它會有不同的 什麼什麼 什麼 一肉泡的 還是ロリパ 然後jelly bean 什麼chocolate 什麼cake 什麼鬼的 它每一個不同的版本 不是會靠一個什麼甜點的名字嗎 但是你會注意 它有一個小娃娃 所以這個字是 前面這個有一點 我不知道我們聽錯 應該沒有聽錯吧 Android這個字根 是雄性的意思 譬如說androgen 是雄性素 istrogen 是雌性素 然後呢 這邊大英 生氣了齁 也就是人的意思 OID是類似的 Android是類似人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就是機器人的意思 但它根本不是有一個 奇怪 胖胖的說 頭上有出點 然後另外的話 人是human 他們有時候找到一個外星的 他也不想把它叫什麼 會把它叫humanoid 我發現沒有 看過這個詞 就類人的 類人的 就類似的 所以這個OID是類似什麼的 或者是什麼那一類的 這個字根還滿值得學的 好 所以甲狀線的話就thyroid 類似甲狀的 所以呢 還好大家都翻成甲狀線 不然可以翻成類甲線 或者是甲類線 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 他們就是用drop這個詞 其實它沒有意思